- 歡迎來到新聞總會 大家可以上台就位 其實 專政總統確實不簡單啦 馬總統講過後說 總統不是人幹的 是馬幹的 但如果從馬幹變成蔡幹的 變成蔡英文來做總統的話 不好意思 你也不要轉來比馬鈴要比較高 土地比比較好 令你比比較高 操作比它更標準 經濟檢驗的話 大家當然會把票投給你 那宇昌究竟是不是小英主席不能說的秘密呢 我們簡單看一下 做了一個整理 第一個 六天核准 核美月是以極機密的方式 來簽發國發基金投資生計公司 另外一個我跳過來說 蔡英文兩度發言要求國發會 國發基金4000萬投資宇昌 另外宇昌成立後 蔡英文擔任傑昇台貌 宇昌三間公司的董事長 最後一個9月7月6月 蔡慈董事長發言後 出脫持股給潤泰獲利未曾多來說明 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還是沒有具體的說明 不過他的發言人陳欽曼說 僅千餘萬而已 僅這個字會有殺傷力 現在都不僅氣 僅千餘萬這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輩子無法達到的夢想 一個大學教授退休 一次領退休金的話 才600多萬而已 一輩子耶 那你現在獲利叫僅千餘萬 很多大學教授 當場吐血身亡而死 那我請問一下 玉琪 極機密這件事情 其實我想請教的 有什麼東西要用極機密來簽 極機密到底是什麼 特殊情況之下來做處理 它難道是國防工業 難道是兩岸之間的對照筆 或者是說對國家有 常用發展的重大計劃嗎 極機密以第二集來講的話 很少 除非牽涉到兩岸的 那個極機密的文件 才會用到 一般我們辦案 頂多就到機密層級而已 但這種情況呢 給我一種感覺 我發揮一下 檢調的列遣個性 列遣 因為它這些有異常 異常就是說你核准的過程有異常 實成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這個評估投資的時候 評估再評估沒有那麼草率 就這樣丟進去了 這個是政府的錢 是老百姓的納稅血汗錢 當然要做個慎重的處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為什麼把它列極機密 你假如說 只是資金的進進出出 這個可以列極機密嗎 你可以把裡面的高科技的東西 可以列為極機密 就是附件的部分把它列極機密 其他部分公文的部分 可以做個討論 很不見的 剛剛英文講得非常好 你後面要講清楚 後面有獲利的部分 你捐到哪裡去 做到哪裡去 你把明細列出來 讓我們知道 然後檢調單位 我希望你也不要有選舉架起 對於總統的選舉 你應該加快的腳步 把這事情查清楚 把這個真相 讓我們所有老百姓看一下 我們可以做個選擇 你不能再隱藏這部分 隱藏那一部分 蔡英文不是動不動就說 馬英九 你那個陳英柱的部分 你講清楚就好嘛 你一定要講清楚 你要交代 這個部分 我也呼籲你 趕快交代清楚 為什麼 就牽涉到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 那是不是第二個陳水扁 我們很擔心這一點 我預期嚴重了 他沒說我相信蔡英文說過 說我不是單腿病 現在要算是2012 這就要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真的不是 其實蔡英文有他自己的風格在裡面 不過蔡英文我幫你請教一下 我們中國民國政府 投資你看旁邊在八年裡面 十億二十億二百億三百億 在美國做貨人機 那貨人機電路頭到 很多案子 那些都滋滅 拜託你看看 你禮拜運這麼久 我們國家重要的投資 那都是智密 難道我們有Rober嗎 一定要智密嗎 你講的很有趣 我手上的資料查出來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投資的金額超過四億 都等於四億了 有這麼幾個案子 就87年聯亞科技等等 一直算到96年的 忠譽新藥就是宇昌 忠譽就是宇昌 所有的案子裡面 用極智密的方式 只有忠譽新藥 也就只有宇昌 其他的金額比他大的 通通沒有一個 用所謂的極智密的方式 來簽合 沒有 每個都一樣 什麼每個 每個 這裡面簡單講 什麼旋轉門條款等等 應該叫做關西人 蔡英文主席今天陷入這個一個 是關西人的危機 什麼叫關西人危機 第一個 你是簽合極智密公文的人 第二個 你是國發基金的負責人 第三個 你是這個被投資公司的董事長 第四個 你是被投資公司的大股東 四個角色的關西人繳在一塊 你讓人家怎麼樣 正面看成林 側面看成峰 所以你為什麼說 這個 一起說要他講清楚 如果今天馬英九 蔡英文你出來講清楚 他四個關西人身分 他真的很難講得清楚 為什麼 因為你是用國家的錢來投資 因為我們了解到 市場上每個人清楚 國發基金 只要投資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的 莫名其妙的商業價值都提高了 會使得其他的股東因此而獲利 這個叫做國家支持的保證信用 信用是要錢的 保證是要錢的 不信你到銀行裡面 申請一個信用狀 看要不要給你收錢 所以會有這種情形 他講不清楚這個關西人 我不得不說 蔡英文實在是很不小心 那也許他當時沒有想到說 他要選總統 所以踩到這裡面去了 他連其他黨股息都沒想到 人生的意外插曲 他可能會想說 用好心的角度來講說 善意角度說 他是真的是前撲後繼 在手不息 向前衝 為了台灣的深入科技發展 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講說 不要忘記 當時在立法院到行政院 到立法院的說服大家 推上什麼生物特別條例的 產業條例 很多優惠很多優待 是誰 就是蔡英文 不是出政參議 立法院遊說也就是蔡英文 法律是你遊說的 公文是你簽的 資金是你同意撥付的 你又是這個國家發展的負責人 然後你退了 也要跑一當真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你家族又拿錢出來投資 你不是純粹的專業經理人 因為我們以前罵旋轉門 都是專業經理人 沒有一個時候把家族失業公司 拿出來投資 好的 那我們比較一下 請問如果這個案子是馬英雄投資的 馬英雄當董事長就馬董 那請問民進黨今天會用什麼 方式 用什麼眼光 馬娜姐就可以了 馬娜姐就可以了 一定把它罵得湊頭 所以我相比一下國民黨的邱裔 好像稍微聲勢了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情用最簡單 因為我覺得因為它名字 光是名字改很多了 你知道嗎 從宇昌到台茂 到剛才那個忠玉新耀 對 連現在台茂 你知道去查相關的資料 登記公司這些找不到 他也改名字了 他改成合一 所以我在想說 他是不是因為他自己要 現在要選總統 他怕過去這些東西 有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不需要讓人家瞭解 總而言之 那事情看起來很複雜 我就用最簡單的概念講 這叫做球員兼裁判 今天蔡英文是政府的裁判 幫老百姓打官國發基金 那麼多的錢 決定要投到哪裡去 對我們的老百姓納稅人 是有幫助的 對國家有幫助 他在做一個審核的動作 但他自己同時也是球員 他的家族也參與這個競賽的時候 你要說相信 我們說他今天記者會還這樣講 他說我是卸任了之後 才參與了整個宇昌 但是他這個公司負責人 是在這個在此之前 我都沒有參與籌備 問題是那個時候 最特別的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政府 連宇昌都還沒有成立 就已經決定 批准給宇昌去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你不知道這個宇昌 你在批的時候 你不知道 這是我的家族企業嗎 你會不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講話 有點避重就輕 然後好像想把事情搞得 讓大家反而是更不清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是你的態度 決定了讓大家相信說 你夠不夠誠懇 大家願不願相信你說的是一個真話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想想多多 林鄭有部電影叫 Never Say Never Again 永遠不要說永不下一次 那同樣的我們今天看到 陳其邁他說到說 這個蔡英文以每股10元買進 11.5元賣給潤菜集團 他獲利僅千萬一元 我倒覺得說一般人開玩笑 說千萬 別相信千萬了 陳其邁說 蔡英文以每股10元買進 11.5元賣給潤菜集團 扣稅後獲利僅千餘萬 並非少數媒體及國民黨 立為污質的淨費獲利 蔡英文本人說 本人與家族從頭到尾 都不曾獲取暴利 蔡英文本人說 蔡退出時賣11.5元 但扣稅及利息後 蔡家的投資與倉是賠錢的 究竟是誰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知道 我也不難回答 為什麼會很難回答 如果質疑這個立場 大家覺得 這個陳先生跟蔡先生 怎麼講的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從選戰角度來看 哪一種方式 會對選情有幫助 其實蔡英文跟陳其邁講法是一致的 只是蔡英文沒有數字 陳其邁有數字 那蔡王朗可能是還沒有很清楚 狀況之下 是這樣講的 那他就必須要對蔡英文負責 因為人家會說 你們兩個姓姓怎麼 你說的不一樣 因為蔡王朗會 不小心會害到蔡英文 實在資訊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認為說 是不是暴利我也沒有意見 所以我剛剛講說 那個記者 今天下午記者會缺乏 就是說 到底你有沒有獲利 你也可以把那個利息扣一扣 沒有關係 說我賠錢我也捐出去了 都無所謂 就是說回本就好 但是那個千與萬 跟我之前聽到的版本 又不太一樣 其他的發言人 所以我覺得 有沒有獲利 獲利多少 你做什麼用途 我覺得都公佈 譬如說還有一些獲利 大家覺得說 這個是因為政策 譬如說剛才蔡委員覺得說 這是國家進去的背書或信用 那你也可以捐出來 或已經捐出來 就公佈就好了 為什麼有需要說 到目前為止 給那麼多版本 在外面留呢 可能是真的很不甘願 當初是好人 就是說不一定是 不是球員兼裁判 而是說 像那個中華職棒 他們這些球員需要 像趙守伯這樣 有身分地位的人 來帶你這個活動 OK 那這樣的話 你更需要把這個說清楚 所以我就認為說 如果你可以把何大一跟 光启會 來院士 他們替你來背書的話 把那個過程講清楚 加話就確認了 對 然後把你的這些金額 進進出出都講清楚 然後就有沒有獲利 跟你怎麼處理 都已經確認了 這個事情 我相信會回到一個 對蔡委員會是正面的一個方向 不過不要說有沒有賺到 暴力又沒暴力 有兩支掌停板 多少人羨慕 三支 三支 蔡王仁說不瞭解嗎 沒有 明條的余謙 我請問他講一下 余謙謙 他做官是怎麼說 他說 手帕蘑菇與現香 本資民用訪為央 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旅言話短場 他意思是說 小東西 如果那錢 盈頭小禮 忙啦 要做大事 不要欠罵的東西 你出去兩手看說 反倒就覺得 總總比較重要 事實 要拚拚大圖 小圖 不要 人家說 我相信他都敢拆了 我只是說 蔡英文如果他 他家族事業比起來 我就會為什麼 能幹出 голов鍵 都敢拚大圈 哪一個 度 能幹出 人家說